而台湾鸟类救援协会指控新竹市动物园 将部分鹦鹉跟绿总席混养 生活空间差也疑似造成了鹦鹉自残拔毛 观传馆的馆长就解释 混养是为了增加动物行为的丰富化 也强调这是在安全范围内 原方甚至还说 混养的饲养方式是参考评科大的生物收容中心 但对方却是否认也不愿帮忙背书 照片中的鹦鹉自残拔毛 整片羽毛几乎快拔光 原来是它和绿猎蜥养在一起 因为恐惧而拔毛 混养事件也让台湾鸟类救援协会担心 现场没有干净的水和食物 生活环境又被绿猎蜥占据抢食物 才会导致鹦鹉躁动自残咬毛 协会也指出大小型鸟放在一处 一次造成不少小型鹦鹉死亡 这里是新竹市立动物园昆虫馆 观传表示在安全的范围内 让鹦鹉和爬虫类混养 是增加动物行为丰富化与物种多样化 更说这是增进鹦鹉行为的发展 因为野生中心或绿世界鸟林农场 他们都有把爬虫类跟鹦鹉混养的状况 所以我们困难馆为了让增加动物的行为 丰富化就让有尝试过 并没有把巴丹跟绿猎蜥 安置在同一个空间的经验 我们不可能告诉它应该要怎么做 就把替它背书 平科大也否认曾教过原方可以把绿猎蜥和鹦鹉混养 不过现在原方听取外界建议将两种动物分开养 避免引发争议 借许之前新出报道 参赞 参赞 谢谢大家